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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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雪和张凌峰三位同事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公司决定任命这次项目小组组长王泽亚为项目部总监 夏雪 张凌峰 你们两个就做王总监的助手 我相信公司有这样的同事 你们的业务会越来越好 众志成成啊 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协作的结果 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们恭贺王总监 恭喜王总监 对了 这样 我觉得这次项目 林峰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是 林峰在项目的推广方面 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得到了客户的赞许和肯定 所以我觉得 这个 都是王总监领导有方 这夫妻档的凝聚力是超凡的 那这样吧 晚上的时候都到我家里头 咱们举办一个派对 庆祝一下 好啊 好 咱们举办一个 没关系你 让我特定里的好景参与你 哎 真是 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 好 感觉挺稳定的 谢谢 就是 觉得她绕于我挺好的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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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 是她的看着眼睛 还是是她的舞蹈 是她的舞蹈 谁在意儿子 谁在意儿子 我认为我想要纪念你 下雪 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嫁给我好吗 好 是 好 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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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这 是 collapses 来 请慢用 谢谢 好漂亮的果盘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今天刚刚搬过来 没你什么事了 这谁啊 就是啊 这谁啊 气质看起来还不错嘛 他 他叫我爸一朋友 来来来 喝一个 喝一个 知道你家的 没想到这么大 还好吧 你赶紧的吧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这气泡也太美了吧 怎样 我想试试 这有什么呀 走走 快下去吧 都在那等着呢 音娜 你看好不好看 好看 住手 这是我外婆生前留下的衣服 生前 死人的衣服啊 这衣服好漂亮啊 这么不吉利的东西 都往我们家拿 请你们出去 走 走 走 我先送宁娜姐回去了 嗯 你们先回去了 嗯 你们早点休息吧 那行吧 走了 回头见 拜拜 小心啊 你看今天这是弄的 是因为那件旗袍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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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上去吧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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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不错啊先生 车给您备好了 舟团长刚才找人去你了 我今天必须要进点程先生 何长营我就走 不是 这儿真不巧 程先生有事出去了 壮容也不行了 要不您 真的是对不住您大驾啊 我买的你这儿最贵的花篮 五块一元呢 一面也不得见 不太合适吧 真对不住您了 要不您明天再来 程先生 这儿装容真的谢了 天下堂子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我的花篮 最贵的花篮 花篮给人家退了 再赔给人家五块大洋 别亏了人家 赤雅 今天你冷冰冰的样子好可怕啊 如果有后有一天 你不喜欢我了 你会不会也像这样 不会的 你是我喜欢的女人 她是我讨厌的女人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她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后妈了 是年轻又漂亮的后妈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她一定来这不善 肯定是奔着你们家的财产来的 以后我们要是结婚了 能搬出去住就好了 我怕跟她相处不来 你也知道 我跟陌生人不会相处 干吗要搬出去啊 你不喜欢这儿吗 可这毕竟是她和爸爸的家呀 不 这是我们的家 这是妈妈生前住过的地方 这只适合住 应该住的人 那她是做什么的呀 你从那个留声机放到裙儿 你就应该能听出来 唱平谈的 她是细子啊 我觉得她那件红旗袍还挺好看的 好 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 不谈那些不开心的事 那么会去那件衣服 对不对 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新娘了 周团长送您的这件旗袍 穿在您身上真漂亮 小姐呀 真有福气 周团长送您的这件旗袍 陈小姐 周团长昨天接到紧急任务 昨天晚上连夜就走了 团长特别叮嘱 让小姐安心养胎 等她回来 再给您完婚 自雅 我总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不会吧 真的 走 看看去 谁 谁 我 你不是回家了吗 怎么还在这儿 我手机忘拿了 没敲门 怕打扰你们 我先走了 这个张林峰 喂 喂 雅如 我今天晚上要晚点回去 公司这边的事情还没忙完 让你受委屈了 一天搬过来就没有在家陪你 没事 你忙你的 早点回来 好的 你也早点休息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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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家陛伙 нез cola 一段厘 engage 他们 那个 这个 特й 下雪 下雪 好 怎样 好不好看 脱了 咱们结婚的时候 我就穿着剪红旗袍 你去跟别人结婚吧 哼 滑风大厦的这个项目 为什么迟迟都不能推进呢 据报纸人的情况 滑风大厦那边人变得比较大 然后对街上很有问题 那这样 你跟夏雪去一趟滑风大厦 看看我们的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好 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去办 好 雅如啊 给则呀打电话 好 怎么还不来啊 我爸 喂 老爸 你在哪儿呢 你和萧雪在一起吗 是啊 怎么了 中午回家吃饭吧 今天我跟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鱼 你好 这边请 好嘞 知道知道 喂 喂 挂了 你挂了 好 快坐吧 好 再见 哎 夏雪 今天项目谈得挺顺利 也该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 刚才爸爸打电话 让咱们回家吃 我就不去了吧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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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王总 刚才那个项目 还要再跟您沟通一下 哦 继续 5 好 噓 怎么走啊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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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不是 你 我不是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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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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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夏雪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夏雪呢 突然有事 不来了 别放香菜 怎样从小不吃香菜 不吃饭了 臭小子 不理他 我们吃 来 养手做 来 去 这气泡也太美了吧 这是我外婆生前留下的衣服 生前 死人的衣服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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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re 还是 是 你 年轻流 你 而你 小姐 走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看你脸色多差 你怎么回事啊 我 我好害怕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要一看到 那件红旗袍 我就好害怕 我 我闭上眼睛都是那件红旗袍 我 我不敢睡觉了 别害怕 别害怕 那就是件衣服 别害怕 有我呢 别害怕 那别害怕 你鬼哭狼吼的喊什么喊 赶羊 说什么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她又不是我妈 我妈早就去世了 他来我们家 就是为了我们家财产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泽雅 你怎么说你误会我呢 误会 你那件红旗袍不吉利你知道吗 它是死人穿过的 它很晦气你知道吗 你也好意思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 我告诉你 夏雪现在睁眼闭眼全是那件红旗袍 它要出点什么事 我绝饶不了你 一句梯伤 它永不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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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上枪 有哪位大爷打赏啊 我出十块大洋 好 正爷赏十个大洋 谢谢您 我出二十块大洋 好 正爷二十大洋 五十个大洋 正爷赏五十个大洋 谢谢爷 谢谢爷爷 谢谢兄弟爷 我出六十大洋 好 正爷六十大洋 好 正爷六十大洋 我出一百大洋 正爷加到一百个大洋 谢爷大赏 周团长 赏 江宁之灶 欲赏云锦 千语红点翠 红旗袍一见 陈小提先生 谢周团长大赏 我本以为 平坦就是我一辈子的命 可我自从遇见了你 我才知道 你才知道 原来你才是我的归宿 这件旗袍 是我外婆留下来的 它是民国时期 张平丹的命令 我母亲也特别爱张平丹 可她这辈子 都没从事她爱的职业 所以我在心里 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帮我母亲 完成她没有完成的心愿 我一定要把平坦唱下去 我也要穿着这件红旗袍 嫁给我心爱的人 嗯 我也要穿着这件红旗袍 BLOVE 我美吗 美 我没喝完啤酒 那你拿着酒 你来许个世上 你来许一个证 不要 你过来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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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帅哥 嗯 跟我一起跳舞吧 走吧 爸爸 你可以帮我一下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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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快递到了 哦 谢谢 你的快递到了 你的快递到了 哦 谢谢 哦 谢谢 阿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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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进 哪儿还女孩 是个千金 母子平安 走吧 是个女孩 喂 喂 泽雅 你跟夏雪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俩怎么都不来上班 昨天晚上喝多了 没起来 不好意思 那夏雪呢 她也喝多了吗 夏雪也没去 没有啊 我跟你说 现在夏雪状态特别不好 那我现在给她打电话 好 你好 你锁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员 小姐 小姐 坐好了 好 ром 都怪我 我昨晚有时接到她电话 她今天就不会出事了 左雅 现在耽误之急 是把夏雪找的 对啊 再等等消息吧 去哪儿找我 喂 子雅 你快去精神病医院 夏雪在医院呢 在医院 走 去医院 去医院干吗 走 她没有病 我看你才有病呢 她被送来的时候 确实是胡冤烂语的 我们给她打了镇定针剂 和心理安抚 现在她安定下来了 所以 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不必激动 你们能别吵了吗 泽雅 带夏雪回家 夏雪 没事了 你 你好 回家了 别害怕 有我在呢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和你俩先回去了 你好好照顾她 夏雪在有什么事 我找你算账 我找你算账 不哭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 我收到了一个快递 然后我打电话给你 然后我打电话给你 但你没有接 你到哪儿去了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这段时间 咱们俩刚吵了架 那天你莫名其妙地打了我 还要下来那些破事 还要下来那些破事 我就去酒吧了 我也想发现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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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袍 那个快递是个红细袍 这一定有问题 夏雪她最近到底是 怎么回事 她今天为什么穿 那件红旗袍呢 难道 是那件红旗袍 怎么了 张霓凤 你吓死我了 你包我拿了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走吧 拜拜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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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哪儿去了 怎么了 以后你一秒钟都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我好害怕 乖 先吃饭 吃完饭我带你出去走走 来 你想去哪儿 我要去万福山 我要去万福山 好 你说去哪儿 我就带你去哪儿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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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也真行 昨天晚上去潇洒 也不把我叫上 叫你干什么 你不是在哪儿玩的吗 干什么 我要找周团长 走 你再不走 我对你不客气 什么事 你还是快回去吧 别在这儿痴心妄想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 这么客气跟你讲话 下次再来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还会不会 别人 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事 快把她扔了吧 不要 不要 我喜欢她 多好看呢 夏雪 你 你 你没事吧 泽雅 要不你先回去吧 干嘛你要我走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多想 只是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还是在这儿陪你吧 不用了 真的没事 你看今天你都陪我爬了一天的山了 现在肯定累坏了 回去好好洗个澡 早点休息 明天再来看我 好不好 我还是不走吧 你走吧 真的不用担心我 真的不用我陪 快走吧 拜拜 好好休息 路上小心啊 拜拜 走了 回来了 爸 还没睡啊 坐会儿 陪老爸喝两杯 晚上我想和你好好的聊一聊 我一直在等你 其实这个事儿 我已经说过六七次了 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 今天呢 是我想心平气和地 认真地说一说这个事儿 是这样 我先说 关于雅柔这个事儿 我觉得是二选一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雅柔才比我大几岁啊 她又跟您差多少岁啊 你们怎么可能会在一起 感情 真的在乎年龄吗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 我从第一次看到雅柔在台上表演 我就知道 她就是你老爸 能一起白头偕老的人 她是干什么的呀 她是戏子 她是真心的 我也了解 最近这几年 他们这一行也不谨记 她不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出路吗 不可能 雅柔好几次跟我提出 要签一个婚前的财产证明 她绝对不是这么物质的女孩 你签了吗 不是 你签了吗 她就料定你不会签 如果现在你跟她提分手 你的麻烦就来了 你看吧 那些什么精神损失费啊 各种赔偿啊 就都找上门了 那她如果不要呢 如果她不要 我就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这次呀我们去雪野湖 我订了最好的酒店 咱们呀一定要好好玩 还有皮划艇呢 直升飞机 什么都有 和你最爱吃的美食都有 还有美食节 好 好 是不是又有送快递的来了 我去看一眼 别害怕 开门啊 你们来了 泽雅 怎么样 好点没 今天不错 状态挺好的 收拾好了吗 咱们走吧 稍等一下 我去收拾行李 好 林芳他们来了 咱们准备走啊 我把箱子收起来 走吧 来 慢点 把鞋子穿上 夏雪 给我吧 走吧 走吧 浙雅他妈离开我们十多年了 之后遇到了你 是你让我再一次知道了 什么是爱 真的 很感谢你 红敏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懂了 我懂了 你是不是想说 其实咱俩不合适 我想要不咱们还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好不好 好 其实 我该回去收拾东西了 太晚了就没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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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不要害怕 我坐这儿 你坐那儿 好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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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好玩吗 好玩 我估计啊 林芳和妮娜在餐厅等咱们呢 走 走吃饭去 好 谢谢 给 妮娜给你 谢谢 我的呢 夏雪 你今天状态不错呀 我本来也没怎么样啊 只要 我 不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别胡说八道 好 人身自古 谁我死啊 你什么意思呀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了 他最近对我 我都说不上来 你们俩是喝多了是吧 咱们这个团队一向京城团结 亲入一家人 你们俩这事要干吗呀 我没喝多 也不知道谁喝多了 吃饭吃饭 来 吃菜 我看了一下报表 怎么今天咱们的那个 业务量下降那么多 对 因为现在这些业务吧 我觉得跟以前比 可能相对比较少 确实是 而且经济形势确实不太景气 这可能和今年的金融危机 有关系吧 是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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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下雪怎么了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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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一直喜欢红色 郑永宜是我妈给我买的 而且我今天忘了 下雪的精神 下雪要是有什么事 我绝找不了你 左亚 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句公道话 张立峰一直在帮忙哄着下雪 她是你的下属 也是你的兄弟 都是无意之骨而已 都是无意之骨而已 是你的之骨店 是我的更多 ihen明是你 还在背上的家人 我帮你帮他们的它 以为原因 走 别走 要走 那一直走 我们走 就走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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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下心理辅导 好 给他看一下心理医生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他吗 可以 好 来 张嘴 再来一口 泽雅 你也别太着急了 下雪她一定会没事的 没事 对了 下周二 也就是后天 我过生日 这段时间忙得 都忘记你生日了 生日快乐 谢谢 我想约一帮好朋友 去我郊区的别墅聚聚 你把下雪也带去吧 咱去带他散散心 好 没问题 我一定带他去 对了 林峰也去吗 他呀 他都不敢来见你了 我觉得 你还是把他叫过去吧 然后给他道个线 那天 我也太冲动了 好 下雪 来 下雪 下雪 王先生 咱们这一步说话 好 丁娜 你们先到我车上去吧 等我 好 走 等我 来 走 好 请坐 医生 你说吧 是这样 你太太的潜意识里 经常会出现一件红色的旗袍 而且是 她非常害怕这件东西 你像类似红色的衣服啊 物品啊 她也非常恐惧 所以说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尽量避免类似的东西出现 还有就是以后多陪陪她 没事陪她出去走走散散心 这样有助于她 慢慢地淡忘这些东西 具体就是这样 行 那我知道了 谢谢您来访 好 不客气 好 雅如 给我一次机会 听我解释 汪洪敏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让我瞧不起你知道吗 走呀 下雪睡下了 睡了 坐 让你跟我们忙活了一天 不过 我老觉得下雪这件事情 没那么简单 并不是那件红旗袍 有什么样的晦气 尤其是那个快递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你今天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 好像有一个人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可这个人会是 谁呢 说不好 会不会是 张霖峰 像 又不像 又不像 别乱想了 天色也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好吗 行 辛苦你了今天 嗯 你照顾好夏雪 记得礼拜二带她来我的生日会 好 好 这边行 我特别高兴 你们俩能来参加我的生日会 没想到今天公司来了这么多公司 我特别高兴 今天咱们公司经营业务做得也特别好 我也希望呢 你们能再接加那种 公司的业务做得更大更规模 好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啊 一会儿到里面亲情的喝 妮娅姐 依娜 生日快乐 谢谢 下雪 老板 我的礼物 可是下了我雪本了 是 生日快乐 谢谢 泽雅呢 咱俩说她有事 让咱们先别等她了 我就把下雪先带过来了 好 那先进去喝点东西 嗯 带下雪进去喝点东西吧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切蛋糕吧 好 好 好嘞 妮娅姐 来来来 大家快点快点啊 人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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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别乱了啊 来来来 让我们一起为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妮娜姐 唱首祝福歌好不好 祝生日快乐 谢谢 祝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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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哎 让我猜一下啊 妮娜姐 许的什么愿望 一定是早日让自己 找到如意了 哎 哎 这事靠谱 我还单着呢 哎 嗯 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的生日派对 我今天呢特别高兴 主要是 我的好闺蜜 也是我最期劳的下属 夏雪 她状态挺好的 我替你高兴 我许了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夏雪 能够早点好起来 跟泽雅相亲相爱一辈子 第二个愿望嘛 就是希望我也能找一个 像泽雅这样的好男人 拿走 送给你了 真的假的 那我可不客气了 好嘞 咱们切蛋糕 来来 切蛋糕 切蛋糕 我 我先切对吧 对对对 一 二 三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大家玩得开心吗 好 多吃点东西 随意 来 我去一下卫生间 好 一楼的卫生间不太好用 你去二楼我卧室的那个 好 我没事没事 我又没有喝多 你们聊 你们俩聊 好 去吧 吃吧 老板 我敬你一杯 先干为敬 什么情况啊 敬大姐啊 嗯 我以后啊 一定更加尽心尽力 为公司效劳 好事啊 你 不是得多提拔提拔我吗 只要你好好干活 机会大把 好的 敬大姐 我先去洗手间 一会儿回来接着喝 好 喂 敬大姐 来 我敬你一杯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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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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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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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跪下 沙许 沙许 夏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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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夏勋 夏勋 怎么样 怎么样 没事 没事 他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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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夏勋 怎么回家 回家 夏勋 夏勋 曾经我爱你 曾经我想你 曾经我爱你 当做我自己 当做我自己 曾经我问你 曾经我抱你 曾经我把你 当做我的唯一 泽雅 有请你在许的怀里 看我们见过的星星 见在世人水 住进了你的心里 曾亚 一起说过的话 你这样不吃不喝的 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 曾经的你 曾经的我们在一起 有你 不是 人死不能复生 我相信 就算夏雪在天有灵 她也不想看到你 现在这个样子吧 泽雅 既然法医已经证明了 夏雪是又在 神志不清的状况下 失足跌下来的 你就别再这么自责了好吗 泽雅 放好了 你不吃啊 那我也不吃了 咱们都一块儿饿着 泽雅 你看在叔叔的面子上 下楼吃口东西 好吗 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该为叔叔着想 她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经不起你这么知道 我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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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遥远的距离 爸 子雅 过来 跟你说几句话 怎么了 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也没和你说我和雅如的事 怎么回事 你呀错怪雅如了 雅如走的时候 只拿了她自己的东西 这么长时间了 没提过任何要求 我找了她好几趟去跟她解释 人家连礼都不理我 这哪像贪图我们家财产的样子啊 你绝对错怪她 对不起啊 爸 关于你们俩的事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这样 咱们去找她解释解释 把她给请回来 真的吗 嗯 真的 好 那我先上去休息了 好孩子 去睡吧 你好 我们可以进去吗 请 不用道了 雅如 我呢 先给您道个歉 快坐些吧 贼 对啊 嗯 以前我误会你了 然这一辈子 遇到一个非常喜欢的人不容易 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幸福 之前对你有所冒犯 还请你原谅 并且 夏雪她 夏雪 夏雪 她怎么了 夏雪 前段时间从楼上掉下来 去世了 我爸前段时间跟你提分手 是因为我跟他打了一个赌 他对你的感情 我觉得你是知道的 我还有一件事 你说 我要揭开你的真面目 什么真面目 我爸 只因为夏雪和裴军长的香 你就要置她于死地 你也太狠了吧 这就是你一心一意爱的人 这就是你心目中的雅如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还在沉默什么 下雪下的监控录像我看过了 那个送快递的人我也找到了 下雪的死跟你脱不了关系 那天下湖下雪的居然是你 妮娜过生日的时候 我之所以往到 就是因为找到了一些线索 直到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份报纸 一切谜团都解开了 你说得对也不对 好漂亮的狗牌呀 我第一次看你下雪的时候 我就认定 他就是那个抢走我祖父的配军 他也是那个让我祖母失去幸福 生动欲缺的人 我恨裴军 你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一定来者不善 肯定是奔着你们家财产来的 他不仅长得像裴军 他还想破坏我的感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心生怨恨了 没想到 没想到他也喜欢那些红细胞 这是我的 他一定就是裴军的后人 我只想要属于我的感情 我只是吓吓他 吓 我查过档案了 他也不让他 他也不会是更严重的 文残 我最爱也得肯定她 以后 被兇到账州名 他就是承诺了 他 他被参集但是 我们走吧 泽阳 走啊 走 你去自首吧 走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我 默默的尘土 风链 肆意的枯温过 色的军白 在秋枝上面跳过 衰白的年代面容模糊 泪眼推散到梦的尸土 只有轮回的红色纱雾 白月行 无助 坠入尽土 情一步 情出 残词转世 一心追逐 活着 旧着 是谁在为你哭泣 放暖的尘土 放暖的尘土 哭啊 红色的军白 在秋枝上面跳过 衰白的年代面容模糊 泪眼推散到梦的尸土 只有轮回的红色纱雾 但月行 无助 坠入尘土 提不及处 谈语转世 一心追逐 活着 旧着 是谁在为你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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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是谁在为你哭泣 啊 有一个选择 是谁在为你哭泣 要是谁在为你哭泣 是谁在为你哭泣 我妈妈妈妈 对我哭泣 我妈妈妈妈 她的后数换 是谁在为你哭泣 是谁在寻鸭泣 是谁在我哭泣 是谁在我哭泣 是谁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